长孙皇后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曾经爆发出璀璨光芒的唐朝 它有着令人神莽的宽容和开放 容纳了无数人的激情和梦想 它也是中国历史上女政治家女诗人辈出的黄金时代 上至皇室成员中的皇后公主 下至普通百姓的妻女 她们都积极投身到社会生活之中 可以说是金国美不少须美 在这一时期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也有母仪天下让世人景仰的长宗 皇皇大唐 封建时期至古女性的禁区可以突破 女性的命运可以改变 在这一时期一些传奇女性用她们的经历 呼吸了大唐气象的另一种风采 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张孙皇后 她作为真冠之志的亲历者 作为唐太宗这样一位盛世君王背后的女人 她在唐朝开国的过程中 在唐太宗治国的过程中 都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为什么在当时和后世 张孙皇后都是母仪天下的楷模呢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大唐经国传奇 第一集 母仪天下之张孙皇后 贞观十年以后 唐太宗身边的人们 发现 这位叱咤风云的君主 有了明显的变化 他时常啊 陷入沉思 一个人闷头在那想事 而且呢 还让人在禁院当中 住了一座高台 时不时 他还要登上那座高台 去眺望北方 他在干什么呢 什么人 什么事 让咱们唐太宗 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个场景 说实话 谁看了 谁都会觉得心里难过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无语 凝业 唐太宗就在干嘛呢 一个在战场上摸爬 滚打了一生的皇帝 怎么变得就如此的儿女情长了呢 实际上唐太宗啊 他在眺望渭水以北的九宗山 他在看那座山 为什么要看呢 那座山已经被他预定为他未来的林寝之所在了 那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那个昭灵 可是问题是这时候是贞观十年呢 唐太宗身体还比较的健朗 你怎么老望着自己那个林寝呢 原因其实就在于林寝那个地方已经埋葬了他心爱的女人 他的结发爱妻 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 就是在贞观十年去世的 他去世了之后 唐太宗呢 把他的官国临时开凿了一个石室 然后把那个官国给放了进去 古人把这种行为称之为什么呢 称之为叫做安错 所以说唐太宗实际上是在悼念自己的这位王妻 这张图片就是这个牧室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开凿于半山腰之间 周围的地势呢 比较的这个显耀 这个就是长孙皇后安放官国的临时的这个场所 这张图片呢 是这个牧室的外观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牧道啊 比较的短 现在里边已经空空如也了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贞观二十三年 唐太宗去世了以后 唐高宗就把自己的父母安葬到了一起 他把长孙皇后的官国呀 从这个临时的史史当中呢 给请了出去 安放到了昭陵的正式的地宫当中 这样子啊 这一对夫妻算是又团圆了 所以我觉得死亡对于唐太宗来说 大概不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因为他可以和自己的爱妻相见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 那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帝王当中的真爱夫妻 思念长孙皇后的不仅有唐太宗 甚至全天下的人都在思念的 这么一个三十多岁就去世的女人 究竟是何德何能 让大家都这么怀念她呢 甚至于后世的史观 给了她八个字的评价 这八个字的评价相当的 怎么说呢 相当的隆重 哪八个字呢 说是贤在长孙 母仪和尾 不仅说她贤 贤惠 而且还说呢 母仪天下 甚至称得上是伟大 那么究竟有哪些要素 使得她不仅和唐太宗无比的恩爱 而且还让全天下人眷念呢 我想她与唐太宗之间 之所以感情那么牢固 大概有如下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感情基础相当的牢固 可以这么说 两个人呢 情投意合 很有共同语言 长孙皇后嫁给唐太宗的时候 您知道多大吗 十三岁 大家也知道古人普遍早婚吧 十三岁在那个时间段啊 还不算是特别小 那么唐太宗那阵多大呢 唐太宗那阵可什么都不是啊 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皇子 他那阵也就是 也就是家里头的一个公子而已 他当年多大呢 十六岁 比长孙皇后大个三岁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 也不过就是个少年 这对少年要我说有共同语言 为什么呢 长孙皇后早年丧父 而且在家族里头备受欺凌 那个少年啊 时代啊 长孙皇后过得并不那么书心 至于李世民呢 李世民的母亲也在他少年时代就故去了 所以李世民这个人呢 对他这个他母亲这个去世 对他造成这个伤痛 可以说一生挥之不去 甚至于当了皇帝之后 有时候跟大臣聊起天来 说到母亲的时候啊 咱们这个唐太宗啊 有时候还会当众的落泪 所以两个人在这方面是 可以说是有些共同语言的 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啊 唐太宗少年时候 就跟长孙皇后的哥哥 长孙吴继俩人就认识 换句话说发小 那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合理的联想 在没有嫁给李世民之前 估计长孙皇后和李世民之间 早就已经有余艳往来 两个人可以说啊 是青梅竹马 第二 长孙氏知书达理 长孙皇后这个人呢 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他小名叫什么呢 叫做观音碧 大名叫什么 我们不清楚 他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了 在古代那个男权社会里头 这种现象很普遍 女人要么没有大名 要么有了大名也经常不用 所以也不为外界所知 长孙皇后就没有留下名字了 你还别说长孙皇后 武则天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了 那么强势的人物 不过也就如此嘛 武则天那个则天 那是尊号 还有个名字 大家都比较熟悉 叫武妹娘 可是问题是 武妹娘是武则天十几岁入宫以后 唐太宗给他起的名字呀 那不是他本名啊 所以长孙皇后大名叫什么 我们不清楚 这点不奇怪 但是长孙皇后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点可就跟其他的妇女不大一样 他保读诗书 知书达理 阅读 让他增广见闻 而且呢 帮助他开拓视野 并且提高了自己的情商 应该这么说 长孙皇后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贤能 与他的知识水平是密切相关的 史书是这样说的 说他少好读书 造次必寻理则 做什么啊 都是动静有礼 所以说这个人呢 已经从少年时代就具备了一个做皇后 做皇帝的好帮手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素质 长孙皇后非常的贤惠 贤能 这个人呢 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温润如日 在他当皇后阶段 把整个后宫的管理搞得是井井有条 大家知道自古以来 那个后宫从来都是是非之地 但是在长孙皇后这个地方啊 这种后宫里边的斗争很罕见 后宫里头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 皇后对人非常好 比方说有宫女为唐太宗生了孩子 结果在生孩子的时候呢 难产 宫女死掉了 长孙皇后把这个孩子接过来 自己给抚养成人 大家都很受感动 还有的后妃得病了 咱们长孙皇后主动的把自己的药物 让给人家来使用 所以说怎么说呢 这种后宫的井井有条 应该看作是长孙皇后 那种柔性力量的一种体现 力量不见得非得硬碰硬啊 也有的力量是那种柔性的力量 无所不在的力量 它很温和 但是它很有力 长孙皇后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 应该说做的是相当的好的 第三 曾经共立考验 这个共立考验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夫妻平常看起来似乎恩爱 清清我我的 但是一旦碰到了私欲 碰到了金钱的考验 往往就开始离心离德了 就开始打自己的小九九了 但是长孙皇后和李世民不是这样的 这两个夫妻呀 这夫妻俩呀 可以说始终是同心合意 两个人是共立患难 我这里说的患难还不是指那个战争 虽然唐太宗也打过很多仗 但是好像长孙皇后啊 对这个事没有太担心过 因为大概我估计啊 他是对自己的夫君的这个军事能力 还是很有信心的 真正让夫妻两个人感到紧张的 不是别的 是那个玄武门事变 那个事变才真正的让人紧张 为什么这么说呢 玄武门事变 你现在看起来那是李世民登上皇位的一个垫脚石 但是您可要知道 在这事变没有发生之前 整个秦王府有多紧张 有多害怕 这场政变说白了 那是一场豪赌啊 成功了一切皆好 如果失败了呢 失败的话满盘皆输 不但要丢掉身家性命 而且你还要以乱臣贼子的罪名留诸史册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在开始之前 形势对李世民是很不利的 因为老皇帝李渊 实际上是偏向于太子李建成这边的 因此说实话 李世民可谓是孤注一掷 在这个事情上 长孙皇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事变发生之前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黑云压城城玉催 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当时太子李建成 齐王李渊吉 再包括咱们这位李世民 都在底下思绪武装 拉拢朝臣 展开各个领域的斗争 这个领域也包括 老皇帝李渊的那个后宫 怎么回事呢 后宫不是妃嫔多吗 结果这个后宫里边的妃嫔的力量 就被咱们李建成给看到了 李建成明白 如果这些妃嫔们 在老皇帝面前说点我的好话 说点李世民的坏话 那这个作用可就大了去了 所以李建成啊 他就让自己的这个妃子进宫去 在那个地方做那些皇帝的妃嫔们的工作 据说还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进去贿赂 结果这些妃嫔们在老皇帝面前 可是没少说秦王李世民的坏话 因此形势对于李世民来说 那是相当的不利 而就在这个时候 长孙皇后挺身而出 长孙皇后也来到了后宫当中 长孙皇后这个人性格很好 属于那种啊 人见人爱的那种人 他来伺候这个老皇帝 他来尽孝 那个孝道啊 非常的周全 非常的周到 老皇帝对自己的这个儿媳妇 那还是很满意的 另外一个 长孙皇后也在妃嫔们当中做工作 把这个形势啊 咱不说是朝着有利于李世民的这个方面发展 起码咱求得一个均衡吧 起码求得这些妃嫔们 我不说你们为李世民说什么好话 起码不要说李世民的坏话吧 大概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到了事变爆发的那一天 气氛非常紧张 整个秦王府上下 处于一种恐惧亢奋交织的那种情绪当中 每个人都躁动不安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长孙皇后看见大家这么紧张 长孙皇后不顾自己是一介女流 长孙皇后特地站出来啊 用言语来鼓励大家 给大家等于发表了一番战前的这个演讲 结果是这个士族们深受鼓舞 后来终于一鼓作气 玄武门事变成功的 干掉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吕燕吉 由此李世民开始登上了皇位 在整个玄武门事变的过程当中 可以说长孙皇后应该说是鞠躬至尾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李世民登上皇位 没几天之后 李世民就拜长孙皇后 为正式的皇后 由此开始了长孙氏 俯辟自己的夫君的这个历程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是患难夫妻 一起见证了大唐开国的风风雨雨 也一起经历了玄武门事变的惊心动魄 所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 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 但是在当时和后世 人们为什么都对长孙皇后赞誉有加 长孙皇后究竟做了什么 能够获得全天下人的肯定呢 刚才我们解释了 他为什么跟唐太宗之间 这个夫妻感情好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 这个不到四十岁就去世的女人 能够获得全天下人的这个拥戴 有哪些原因 在我看来第一个原因 卓越的自我定位 什么叫做卓越的自我定位呢 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 不管你是什么地位的人 你都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人生的定位 你的定位不清晰 就好比上战场打仗 不知道目标在哪一样 那个是非常危险的 长孙皇后心里头很清楚 自己要慎言谨行 而且她给自己的定位也非常的清晰 什么定位呢 那就是当好皇后 母仪天下 可能有人要说这么废话 你本来就是皇后 你可不就是要当个皇后 但是我要说的是 您可看清楚了 中国历史上 自古以来 皇后或者皇太后干政的事情 难道还少吗 层出不出 但是长孙皇后这么做了吗 没有 长孙皇后 把自己的定位就固定在皇后这个角色上 除此之外 绝不越雷池一步 这体现在如下这么两件事上 第一件事 长孙皇后很少干预政事 长孙皇后啊 你别看玄武门事变之前 给李世民不知道出了多少主意 李世民很佩服自己妻子的这个谋略 但是有意思的一点是 当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 李世民突然发现自己是这位妻子啊 判若两人了 怎么回事呢 遇到任何政事 长孙皇后再也不发言了 有时候 太宗还要拿一些赏罚之事 故意来交给长孙皇后做个决断 长孙皇后 您猜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他说啊 聘机之臣 为家之所 妾以妇人 岂敢语闻正事 意思是说 母鸡打名了 那是一家的灾祸 打名是公鸡的事啊 母鸡不能 越祖带袍啊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是一个妇人 我不应该干政 就这么个意思 我不能干政 唐太宗再问 您猜长孙皇后怎么着呢 长孙皇后干脆把脸儿憋过去了 不跟你说话了 给了太宗好大一个下白胎 第二件事 劝太宗弃用长孙吴继 长孙吴继 皇后的亲哥哥 而且长孙吴继这个人呢 非常的强势 也很能干 并且在玄武门事变当中啊 立有大功 但是他越是功劳大 越是位高权重 咱们这个皇后就越紧张 怎么回事呢 您要知道 皇后特别担心的一点是什么 他特别担心 因为自己的缘故 在唐朝出现外戚专权 所以他经常跟太宗说 不要过于宠信自己的这个哥哥 而且他还要求太宗 把长孙吴继给免职了 太宗不愿意啊 长孙吴继能干的 所以呢 太宗呢 就虚 就就就就就打哈哈 不按着他说的办 结果长孙皇后看到不行 于是长孙皇后又去找自己的哥哥 要求自己的哥哥主动去辞职 虽然长孙吴继有着很高的权力的欲望 但是他也拗不过自己的这个妹妹 于是长孙吴继 向唐太宗提出了辞承 唐太宗没办法 最后暂时的就算是接受 甚至于就在长孙皇后临去世之前 长孙皇后还在反复的叮嘱 自己的夫君和自己的哥哥 千万不要出现外戚专权这样的事情 要说他的担心真不是多余的 怎么回事呢 他去世了以后 长孙吴继的人生轨迹 恰恰的印证了长孙皇后的这个担心 太宗一朝 长孙吴继位高权重 就到大了 到了唐高宗时期 长孙吴继由于得罪了唐高宗和武则天 所以最后导致自己被杀 他为什么被杀 就是那个权利欲在作冠 长孙吴继掌控大权 到了唐高宗手里的时候 长孙吴继身为高宗皇帝的亲舅舅 手里头又有着所谓太宗的遗嘱在里边 这就是上方宝剑 那是脱孤的大臣 所以就把高宗当做小孩子一样 来照刊 来这个照刊 而且还什么事都要替高宗皇帝 来做这个主 说实话 高宗皇帝性格再软 高宗皇帝也不愿意生活在自己父亲的阴影当中 所以高宗 也就解释了 高宗皇帝为什么执意就要立武则天为皇后 怎么就非要把这事办成 说白了 那就是高宗皇帝想借此摆脱自己的父亲 留给自己的元老众臣集团的影响 好 长孙吴继就着了这个道 他因为武则天立后这件事得罪了高宗和武则天 最后导致自己被杀 对此我们能怎么说呢 你能怎么说呢 这是个悲剧 但这个悲剧只属于长孙吴继 它不属于长孙皇后 张孙皇后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她知道自己和唐太宗的一举一动 不是夫妻简的事情 而是全天下的事情 所以张孙皇后就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有的时候他还对唐太宗进行劝谏 那么他都是怎样劝谏唐太宗的 唐太宗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能够听得进去长孙皇后的劝谏吗 第二有智慧的劝谏 太宗以善于纳贱而著称 这个人啊 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当中少有的 真正能做到虚心纳贱的人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太宗难道真的是这么个性格吗 这是天生的吗 不是 太宗这个人呢 原本是一性格火爆之人 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简单而粗暴 但是他为什么当了皇帝之后 能够虚心纳贱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那个上台的过程 他上台的过程伴随着是一场 血雨腥风的政变 这场政变不大那么光彩 所以唐太宗啊 总是担心后世人怎么评价自己 因此他决心要当一个明君 用明君的这个名誉来洗清自己 这个上台的非合法性 所以呢 他就变得虚心的纳贱 而在所有给他觐见的人当中 长孙皇后也是一个 而且长孙皇后是其中相当的特别的 这么一个人物 长孙皇后的劝谏跟其他人不一样 长孙皇后很注意方式方法 他太了解自己的夫君了 知道自己的夫君的性格火爆 所以他的劝谏很有意思啊 他跟魏征不一样 魏征是顶着皇帝上 咱们长孙皇后呢 顺着皇帝来 他总是顺着你 但是在顺着你的过程当中 他把你还劝了 这就是一门艺术了 比方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啊 比方说有一次 咱们太宗皇帝回到后宫 气得不得了 怎么回事呢 谁得罪他的呢 魏征 魏征是所有大臣当中 最爱劝谏他的一个人 而且魏征老魏这家伙那脾气 大家也知道 拗我 老魏那脾气多拗我 好家伙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啊 那言语上经常的冒犯这个唐太宗 平时唐太宗还能忍 后来不知道这次怎么着了 反正是把咱们唐太宗 这次算是给惹毛了 好家伙 唐太宗回去气的呀 你没见 好家伙 我气得就差挠墙了 你知道 嘴里头还喊呢 会须杀此天舍翁 我有朝一日非把这个老农民给杀了不可 这长孙皇后在旁边就问了 您这跟谁呀这是 谁把您给惹着了 咱们唐太宗说 魏征 魏征这个老家伙 总是顶撞我 让我不得自由 早晚有一天我找个机会 我都把他给杀了 然后回头一看 哎 皇后呢 皇后不见影了 过了一会儿 只见一大群宫女簇拥着皇后走出来了 皇后啊 进到礼屋换衣服去了 换了一身什么呢 换了一身平常只有朝会大典才穿的正式的那个礼服 穿着礼服出来了 而且见了唐太宗 给唐太宗啊 行大礼 为什么呢 长孙皇后解释了 说我要拜贺你 我为什么要拜贺你呢 原因很简单 你不是想当明君吗 我为啥要祝贺你呢 你不是想当明君吗 现在看来您的目标啊 实现了 您要不是个明君 魏征怎么敢犯言直见呢 魏征敢犯言直见 不就反衬了您是个明君吗 所以我要祝贺你 您瞧 您瞧 您瞧这一件提的多巧妙 这一件一提 唐太宗一听 嗯嗯 很舒心 很高兴 这气也就消了 还有一次 还有件事 也跟魏征有关系 怎么回事呢 这个长孙皇后的亲生的女儿啊 长乐公主啊 要出嫁 结果有私给准备了嫁妆 非常的丰厚 这个丰厚到何等程度呢 已经超过了一般的长公主的嫁 我 这个事情被魏征知道了 魏征说 这不对啊 他跑去找这个唐太宗说 这不行啊 这不符合礼法啊 怎么呢 长乐公主再怎么说 她也是个孩子 对吧 她是个晚辈 她的嫁妆怎么呢 还能比这个年长的长公主还要高呢 还要多呢 对吧 这个不合礼法啊 唐太宗觉得这说的也有道理 可是唐太宗心里有个顾忌 什么顾忌呢 常乐公主是长孙皇后亲生的 平常啊 长孙皇后把这个公主啊 视若珍宝 很爱她 那么你现在要削减她的嫁妆 长孙皇后怎么想呢 于是太宗就回到了后宫 一五一十跟长孙皇后这么一说 长孙皇后正色回答说 说皇上 我又得祝贺你了 我啊 平常总听着说 说魏征这个人呢 很忠直 现在看来 果然如此 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 您应该听他的啊 您有这样的臣下 是您的幸运啊 所以这件事 你不要管我 怎么想 您应该按照礼法来办 而且他还建议 给魏征赏赐 五百匹薄 所以 太宗经常跟房玄龄说 说你不知道 我这皇后真好 真懂事理 经常用些事情来教育我 真好 这个 长孙皇后教育这唐太宗啊 那可以说 火候拿捏的 那是相当的到位 说实话 爱护皇帝的形象 说白了 就是爱护国家的这个形象 你这个皇帝 人做到皇帝这一个层面 说实话 喜怒哀乐 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 因此你的所作所为 你都要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呢 就是它的影响 作为长孙皇后来说 他心里非常明白 爱护皇帝 就是要帮助皇帝 匡政过失 爱护皇帝不是护短 相反爱护皇帝 是要懂得给他指出过错 帮助他纠正过错 有一句话叫做帝王无私 啥叫帝王无私 难道是说帝王没有私心吗 怎么可能呢 帝王也是人 怎么能为私心杂念呢 帝王无私的意思是说 一个帝王 一个统治者 你没有你的个人空间 你的所作所为 都要放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 都要经受住舆论 乃至历史的考验 因此 长孙皇后对自己的夫君的爱 就是用这种 帮助他纠正过失的方式 来体现 这一点 长孙皇后做的是相当好 唐太宗真冠时期 国家刚刚接受战乱 经济并不是特别繁荣 国家的富裕程度 不如后来的开源盛世 人们称赞真冠之志 更多的是称赞他的政治精明 而对于长孙皇后来说 他不仅劝谏唐太宗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也节俭有度 对他来说 这不仅是节省开支 更是处一份天下的榜压 那么长孙皇后 究竟是怎么节俭的呢 请继续收看 大唐经国传奇 母仪天下制 长孙皇后 第三 恰到好处的节俭 长孙皇后这个人很节俭 这个人呢 跟自己的夫君一起 是历经图治 他在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的懂得礼数 非常的懂得 怎么说呢 限度 穿衣打扮 吃穿 等这些方面 他做的相当的好 他这个好是怎么个体现法呢 应该这么说 他不是那种刻意的表演式的节俭 而是一种符合规定的 适当的这种节俭 他这个节俭甚至于还体现在教育子女方面 有一次 他的那个儿子 也就是太子李承前 派遣自己的儒母来拜见他 干什么呢 儒母跟长孙皇后说 太子觉得东宫里边的器物太少了 不够用 因此恳求能不能再拨一些器物下来 为什么 李承前要派儒母来跟皇后说这事 你直接向皇帝要不行吗 我估计是李承前很了解自己的爸妈 他知道在子女教育方面 自己这母亲比父亲还严格 所以呢 他呀 首先得说动自己的母亲才行 结果长孙皇后听完了之后 长孙皇后对着太子的儒母正色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 太子现在应该担心的 是德不利 名不扬 你怎么还关心什么东西的多少呢 东西那玩意儿够用就可以了 对不对 能满足最低的生活要求就可以了 这不是你太子应该操心的事情 一句话 就把这个事儿给回绝了 给否定了 说实话 说实话 我有时候在想 太子李承前这个人到后来啊 大家也都知道 很不成器 而且他这个不成器 主要是在 长孙皇后去世以后发生的 我有时候在想 假如长孙皇后能再活个十年 不用多 十年 咱们这个李承前至于不至于那么不成器 他要是但凡像点样 不也就顺利的当了皇帝了吗 他要是当了皇帝 不也就没唐高宗的事了 没唐高宗的事 下面也就没武则天的事了 不过话可说回来 历史这个东西是不容假设的 我们只能这么想一想罢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 在关于长孙皇后究竟是不是很节俭这个问题上 历史上也有过不同的说法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事情啊 出于宋代的这个米福的一个经历 米福在看见过一幅画 他在这个画上有一幅有一个提记 这个提记描述他见过长孙皇后 留在世间的一双鞋子 他是这样描述这个鞋子 这个米福说 这个鞋啊 是一个骑头铝 就是那个头啊 有点卷起来的那种鞋 这个鞋用羽毛 黄金和珍珠做装饰 我有意思了 你说长孙皇后很节俭 可是问题在于 你一听这鞋就是高档货 对吧 那你说他怎么个节俭法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待 怎么回事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旧堂书里头是怎么描绘 长孙皇后的这个节俭 后信由简约 反所服归 取己而已 什么意思呢 他是说呀 长孙皇后的这个节俭是这样 就是说长孙皇后 享有皇后应该享有的那些待遇 皇后并不拒绝 但是皇后从来不做格外的要求 不取所无度 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该给我皇后的待遇 哪一样 我也都不落 我都享受着 可是 我不做额外的要求 就这个意思 要我说这好啊 怎么好了 这种节俭 它有一最大的好处 怎么呢 它不装啊 对不对 它不是靠那个节俭来作秀 历史上你想 王莽 举个例子 王莽 那家伙 王莽没有当皇帝之间 王莽多节俭呢 甚至于王莽那夫人也很节俭 好家伙 那夫人穿的破衣烂衫的 甚至于有一次一群大光贵人的夫人 到她府上去拜见她 结果一见王莽的夫人 您猜怎么着 还以为是下人 干苦役的 就节俭到这种程度 怎么着呢 怎么着呢 最后王莽不还是把国家给搞乱了吗 所以说 说实话 这种不装的节俭 那是一份从容与淡定 什么样的从容与淡定 就是 我有没有 一种 这样的一种自信 就是我不靠作秀 来展现我自己的品质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份 从容与淡定 有没有这自信 毫无疑问 长孙皇后 那是有的 后来长孙皇后 病重了 在病重的时候 她的那个儿子 太子李承贤提出来 要大赦囚徒 而且广度僧道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古人认为 大赦囚徒 广度僧道 这种事是属于做善事 可以为皇后祈福 可以延长皇后的性命 就这个意思 长孙皇后 再一次展现了她的贤德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 如果说做善事 就可以延长性命的话 那我平常做事并不饿 如果这样做没有效果的话 那做来何意呢 长孙皇后就这样走了 长孙皇后36年的人生 是非常的圆满的 她留给这个世界的 是无限的赞誉 她是历代妇女的一个典范 她的一生如同流星一般 短暂而辉煌 下一讲 我们将讲一位重磅级公主 这位公主叱咤风云 这位公主对唐朝的历史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她的结局却又是非常的悲惨 这位公主是谁呢 我们留待下一讲 谢谢大家